像它在這裡面 前景跟背景 背景應該大家比較沒問題 點了之後 你有沒有發現 點了之後哪裡不一樣 這裡不一樣 有沒有發現我按了之後這裡多跑一個東西出來 對不對 多一個圖繩出來 那背景你看我把它按一下加號 有沒有發現 如果裡面有這種的 它有沒有內建一些圖庫給你用 是不是也可以拿來用 所以背景比較單純 我們都喜歡背景單純一點的 背景太複雜了 很難搞 開玩笑齁 那我們要來看背景 所以只是單純的加東西進來 那前景就比較不一樣 前景我按了一下 有沒有發現這裡換成前景 但是你想看前景要怎麼樣 前景要繽紛一點 對不對 拿進來 要不要來放一下天燈 來來來 放一下天燈 這樣有沒有天燈 知道為什麼叫前景了吧 因為它會在最前面出現嘛 把你蓋住 這樣OK嗎 所以你現在只有一個問題 素材那麼多了 你怎麼做排列組合 去把你要的東西展現出來 對不對 現在這些工具一個最大好處就是 以往我們是要做這些素材 你是不是花很多時間 現在做素材的時間減少 讓你把比較多的心力去放在 你要怎麼去安排它 做你的內容 這樣是不是更OK 當然它沒有我們講的就是所謂的原創 因為畢竟是別人做的素材嘛 可是當你要講一個故事 你不見得一定要用原創的 原創是一種創作的方法 但是我工作上 我馬上要用到 我沒那個時間去做怎麼樣 做最終的最開始的原創 我們就可以用這種方式 就可以去呈現出來 所以這個就是前景 所以前景背景你可以像這樣一樣 再搭配我們剛剛的不是有一個叫動畫組件嗎 對不對 這些也是現成的啊 你就可以做很多 不過動畫組件這邊它比較不能夠修改 我們剛剛那邊的可能你的調整器會比較夠 你看這邊有沒有淡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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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有就是進場跟離場一樣的 就是說它也可以這樣做 所以你如果坐一坐到這邊 我覺得這邊我要換一個場景 我會建議各位不要忘記你左手邊有這個 為什麼要特別這樣講 因為有些人就想說 哇這樣好快快 然後就繼續往下面一直做下去了 如果你講到第五秒之後你要換場景 我會建議大家就新建一個空白的場景 就從這邊 比如說剛剛有看到老師用這個 好 點進來 點到它 點到它 這樣有沒有比較容易 因為你不要把那個時間走拉太長 你拉太長以後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要改的時候是很痛苦 因為我把它變成一小段一小段 欸我就這一段錯了我是不是改它 因為我改前面不會動到後面嘛 後面是不是由這邊去決定的 所以你今天播放順序要換 我就按著它 老師 PowerPoint上升你都應該很厲害喔 這樣動畫順序調整有沒有比較有彈性 如果你通通坐在同一個時間軸 那你後面 一搖頭破壞是你今天 哈哈哈哈 今天今天 這個你一定要稍微留意一下 所以這樣子的話我們就比較方便 這樣OK嗎 那麼剛出場的方式只有這樣 其實它也可以從左邊右來啊 右邊過來啊 或下來都可以 那個轉場就這樣有很多選擇